小华发现实验室的桌上 摆着一个深色瓶子 瓶身的标签有些磨损 第一个字看不清楚 只看到O2 在小华很困惑的时候 小明看见小华手上拿着瓶子 紧张地走了过来 他说 别打开 里面不知道是什么 小华说 那你怎么会有这个瓶子 小明看见小华手上拿着瓶子 小明一脸烦恼地说 这个是老师给我的作业 要找出瓶子里装的东西是什么 他说瓶子里装着某种气体 一个分子有23个垫子 闻起来有刺激性的气味 如果想打开来做实验 一定要小心 我还想不出来是什么 小华说 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气体 怎么可能找得出来 小明说 差点忘记 老师还有给我一些提示 从里面的元素找 可是我看不懂这些数字是什么 小明从口袋掏出两张皱巴巴的小纸片 小华接过纸片惊讶地说 哎 这不是元素周期表吗 小华说 瓶中装着某种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已经知道化学室有两个氧原子 一个分子的电子数是23 化学室的第一个元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整理一下小华和小明知道的讯息吧 瓶子里的物质是 1. 一种气体有刺激性气味 2. 化学室有两个氧原子 3. 一个分子的电子数是23 4. 从两张周期表的小纸片中找元素 我们可以先找出化学室的第一个原子是什么 这样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气体咯 周期表上的中文表示元素的中文名称 旁边的英文字是元素的符号 在写化学室时 国际上都是使用英文的元素符号 用一样的名字才能比较方便讨论 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在元素上面的是原子序 下面的是原子量 来复习一下吧 元素原子核里的直子数就是原子序 电中性的原子内的直子带的总正电量 和电子带的总负电量相等 所以直子数等于电子数 也等于原子序 看懂周期表之后 我们来算一下电子数吧 这个气体的化学室有两个氧原子 周期表小纸片上 氧原子的原子序是8 也就是有8个电子 一个氧原子有8个电子 两个氧原子就有16个电子 小明说过 一个气体分子总共有23个电子 聪明的你知道这个被擦掉的元素 有几个电子吗 这个被擦掉的元素的电子数 加上两个氧原子的16个电子 共有23个电子 只要把23减掉16 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被擦掉的元素 电子数是7 电子数是7 表示原子序也是7 赶快看一下纸片 是在哪一张 是哪个元素呢 没错 是在右边的元素 右边这张 原子序7的元素就是氮 原来瓶子标签上的化学式 是NO2 中文叫做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在室温下 是红棕色 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吸入后可能会造成 肺部不舒服或生病 二氧化氮也是空气中 常见的污染物 大多来自汽机车排放的废气 啊 花了这么多功夫 我们终于帮小明 想出这个神秘的瓶子里 装的是什么啦 小华也帮了很大的忙 认出那两张小纸片 是周旗表 你答对了吗 以后看到桌上 有神秘的瓶子 千万不要随便打开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